铁杵磨针 唐朝著名的大诗人李白 在很小的时候 却是一个不喜欢念书 经常逃学到街上闲逛的调皮小孩 他的母亲常因为这样训斥他 有一天 李白又趁机逃学 在街上闲逛 不知不觉来到了城外 感受着温暖的阳光 听着小鸟的欢叫声 看着随风摇摆的花草 李白不禁感叹道 这么大好的天气 整日待在屋里读书 多没意思啊 他走着走着 来到一个破茅屋门前 见门口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 在那坐着 磨着一根棍子般粗的铁杵 李白走过去 好奇地问他 老婆婆 您这是在做什么 老婆婆抬起头 望了一眼李白 笑着说 我要把这根铁杵 磨成一个绣花针 说完 又低下头 继续磨着 绣花针 李白不禁又问 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老婆婆回答说 当然 李白不相信 说 铁杵这么粗 什么时候才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啊 老婆婆 老婆婆反问 李白 滴水可以穿石 鱼弓能够移山 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可是 您的年纪都这么大了 李白惊讶地说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 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话 让李白很惭愧 她回去之后 变得特别用功学习 勤奋苦读 终于有了一番成就 二十多岁开始 为了增长见识 她到各地去游历 去过长安 洛阳 洞庭 庐山等等 名城名山 因为她见识广博 才华过人 在诗歌创作上 有杰出成就 大家都称她为诗仙 铁杵魔针 比喻只要有决心 肯下功夫 再难的事情 也能做成功 小朋友 如果在学业上 我们能学老婆婆 铁杵魔针的精神 下苦功夫 有恒心 一定会考取到好成绩